主料,砂糖2杯,玉米糖1TBSB蛋白是温2个,辅量,水分成2分1.5杯,无色明胶,releton4TBSB香草精1TBSB,糖粉1分1杯,玉米淀粉1分1杯,供厨房使用冷温度计1个,使用自私可选,其他香精,模具,电动搅拌机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 在动手之前,用锡箔铺满模具,这里用的是瓶底盘,攀沾一些油,用一个小瓦把糖粉和玉米淀粉混合在一起,然后在锡箔上厚厚的撒一层,以背后涌,用一个大锅可以用稀释的炖锅,加入砂糖,4分之3杯的水,玉米糖浆,一边用中火加热,一边搅拌,直至当全部融化,然后停止搅拌,让混合物煮备, 插入一个温度计,继续煮直到温度达到260度,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,所以可以用来做下一步,但是请注意照看糖浆,不要让它超过260度,当糖浆在煮的时候,准备做吉利丁,准备一个小锅,倒入4分之3杯水,加入香草精融化, 在表面撒上吉利丁很小心的搅一下,等5分钟,直到吉利丁完全融入液体,用小火加热,并不断搅拌,直至破壳物成为清臭的液体,如果准备了色素或其他的调料的话,现在可以放进去了, 比如可以放几滴食用色素,或一茶烧香精,当吉利丁在融化时,把蛋白放入干净的碗里,用电动搅拌机把得湿性发泡,此时蛋白很有光泽,就像鲜奶油般的顺滑,提起打散器,蛋白煎锋还是有些挖度,但是不要打得太过,否则做出来的棉花糖会很易碎,蛋白打完后可以放在一边, 不用担心泡沫消失,糖浆温度达到260度后,把清澈的吉利丁混合物,边角边倒入糖浆,糖浆温度很高,小心溅出来碳伤自己,等这些混合物的温度下降到中高温后,倒进大泡好的蛋白中,可以把糖浆等混合物,转移到有操口的溶铁里,煮凉杯,方便倒出来,现在这个混合物可以成为棉花糖了,继续搅拌, 直到它足够后可以维持一定的形态如图,并且变得完全不透明,大概需要5到10分钟,这要看搅拌器的功率,小心地把棉花糖倒入准备好的盘里,用橡皮刮刀光瓶,把做好的棉花灯放在室温下,冷却几个小时或者一夜,让它完全凝固,完全凝固后,在棉花糖表面撒上糖粉与泥粉的混合物,然后底朝天把糖厚在案板上, 薄掉西薄,在表面撒上更多糖粉,撒上抹油,把棉花糖切块,或者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小模具,压住各种好玩的图形,注意,切之前都要抹油,防止粘刀,别忘了在侧面也撒上糖粉,哈哈,现在你的棉花糖可以吃了,现做现吃是最好的, 如果你所处的环境比较干燥,你可以把它们密封在罐子里,暂时温下可以保持一周以上,如果它们粘起来了,可以再将联储撒点糖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, 谢谢大家 再见